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马上就到 好 大帝 您忙您的吧 我在这里看报 好 方华 你真的没事 如果大帝不希望我在这里等您的话 我走好了 我怎么不希望你等我 你爱等我多久 就等多久 拍卖 对 拍卖 少爷 真是件宝贝啊 回去告诉你们杨主子 不用天天编理由来我家胡搅蛮缠的 查账 催脚 睡金 我这家白药瓶 已委托拍卖行公开拍卖了 李老板 这 我家的传家宝 就算留不住 我也要在公开公正的场合 找到下一个有言拥有他的主人 你们杨主子若真是有心 叫他公平竞标啊 不必麻烦你们天天来刁难我 我绝对不会就范的 好 少爷 有骨气 女士们先生们 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 一款同志官窑青花盘 底价五千 请各位出价 好 这位先生举牌了五千 有没有再加价的 五千一次 五千两次 好 七千五 这位小姐出价七千五 七千五一次 七千五两次 七千五三次 好 成交 小姐 这件青花盘归你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 一款唐代的白药龙瓶 这件白药龙耳瓶 它的起价是十万元 有一辙请竞价 好 这位先生出价十万 十万 有比十万高的吗 十二万 好 这位女士出价十二万 有比十二万更高的吗 十二万一次 好 那位先生出价十二万五千 十三万 好 这位女士出价十三万 那位先生出价十三万五千 十四万 好 十四万了 有比十四万更高的吗 十四万 那位先生出价十四万五千 十四万五千 有没有更高的 有没有比十四万五千更高的 十四万五千一次 十四万五千两千 十六万了 这位女士出价十六万 有比十六万更高的吗 十六万一千 十六万五千了 十八万 十八万 这位女士出价十八万 有比十八万更高的没有 十八万五千 那位先生出价十八万五千 十八万五千了 有比十八万五千更高的吗 三十万 三十万 这么高 这位女士们先生们 这位女士出价三十万 有没有比三十万更高的 三十万一次 三十万一次了 三十万一次 三十万两次 三十万五千 这位先生出价三十万五千 有比三十万五千更高的吗 好 律师们先生们 我们今天的派败会 已经到达了高潮 好 小心 请我不要上带 这件白柚龙二瓶 现在是竞价三十万五千 你瘋了 三十万五千第一次 三十万五千第二次 注意 三十万五千第三次 对啊 我们二十万五千 三十万五千 好 成交 恭喜这位先生 您是今天竞标的胜利者 也将是这件 唐代白柚龙二瓶的新主人了 好 各位律师们先生们 我们派败会的上半场到处结束 请大家休息半个小时 我们下半场先进行进行 你们也跟我作对 谢谢各位 为什么 结束了 也就是下半场吧 看看下半场还有什么好货 是不是 你内神通外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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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呀 regulators 下来和我赛一场 我穿这身衣服 怎么能下场啊 何况我也不是您的对手 我哪敢迎战 知道这几天文在做什么吗 我以为您对他已经失望了 我在等着他对这场试炼的反应 文宏叶的特质就像这个球 压力越大弹力就越好 只要是我给他的试炼 重重打他一下 等着看吧 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一定会有惊人之举 会比以前谈得更高 汉斯先生还想重用他 好不容易物色了一颗好奇子 我能随便让他从我手里花托吗 汉斯先生把文宏叶看得真透着 透视具有狼仔性格的人 是我的天分 亲爱的汉斯 以往 我很惊讶 没想到你这个高贵的绅士 也学会打劫了 以往夫人 有话好说 别装糊涂 没错 你的算盘打对了 我手里有汉斯先生要的股份 一样 我也一定要得到我要的东西 我同意交换 我等着你来讨价还价 以往 以往 你让他走 你对你来讨价 你来讨价 你来讨价 我 你来讨价 小子 我看着都觉得疼 你不疼啊 幸亏还有万师傅这间裁缝店 不然咱们俩都得睡马路去了 我还没包好呢 我都说我还没包好嘛 阿璐 说过多少次 没有闻阿璐 只有闻红叶 你就死心了吧 要是还有闻红叶 我们缩回这小裁缝店来干什么 你干嘛 缩回来再打出去的拳 才够威嘛 你干嘛去 开工 赚钱 欣脸 欣脸 那阵风把你吹回来的 你不是头也不回去当你的大小姐了吗 我想阿爸了 回来看看 没想到在这会遇到你们 你不是飞黄腾达住高楼洋房了吗 再腾达也比不上你大小姐神气 怎么 今天没有带那些跟班和打手出来耀武扬威 哎呀 你 怎么你现在当了洋人的经理 连说话的口气 都变得不尽人情了 哎呀 你们别吵了 一见面就吵架 真是一对冤家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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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说 我 你 我 你 你 等老天爷把你叫醒 你就看我从天上摔到地下 你本来就在地上 我也是这样说的 可这小子就是不服输啊 你干嘛让我说 不输你会死心吗 一龙跟我抢李子连号的股份 你知道的 或者说 这根本就是你的主意 够了 我不想听你再说这件事了 总之 宋小姐让你走的那条路 是走不通的 这条路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非走通不可 实际上有那么多条路 你为什么偏偏走这条路 这是宝哥的一片真心 我却亲手揉碎了他 我连自己的良心都不要 这条路非走通不可 尤其在汉寺给我这颗子弹之后 我就更加不会后悔 这条路我一定要走下去 否则这颗子弹就是我的结局 你懂吗 你懂吗 我不懂 我不懂 对啊 你怎么会懂 哎呀 你们小男口好不容易久别重逢 有话好好说嘛 再说了 你们俩最后还是要做夫妻的嘛 谁要跟他做夫妻 他早就把我阿爸的话 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一直没往师父所托 我说了要娶你就一定会娶你 这你都不相信 那你回来 你马上回来做回你的裁缝 我就相信 人往高处走 这是你告诉我的 现在叫你不要当大小姐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只要你愿意回来 我愿意在这裁缝店待一辈子 我一直待在这里 我要的不只是这些 是你叫我留在省城 叫我有担当 我当着师父的面发誓 我一天不出人头地 我就一天不娶你 不 我后悔了 我真的后悔我当初劝你留下来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 你们俩都给我闭嘴 一个要往东 一个要往西 两头倔牛都让一步啊 西连他说的有道理 现在你不回头当裁缝 难道要拉一辈子车吗 你们都看遍我 都看遍我 关好金 文王爷 关好金 刚搬回来就有信 谁消息这么灵通啊 而且 还知道你改的名字啊 阿璐你看 他没有看遍我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他明白我在想什么 在拳击场上 只要一倒下就完了 只有站起来 才有赢的希望 才有赢的希望 在拳击场上 只要一倒下就完了 只有站起来 你回去吧 别忘了 我说 他现在是把你打点 从来 我没有想起来 准备了 他就在那里 也叫你 他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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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很熟的对吗 怎么 你不想去 阿璐哥 别理他 是啊 他故意找麻烦的 有钱我当然要赚 要多少钱呀 阿璐哥 一毛 两毛 那好 给你五毛怎么样 我大放开 行吗 行 好啊 阿璐 把钱捡起来 我上车了 用不着受他的气呀 阿璐哥 我不许你这样糟蹋自己 阿璐哥 我凭我自己的本事赚钱 我怕什么 让开 阿璐哥 让开 他宁愿受这种气 也不愿意听我的话 为什么 喂 你来了 请坐下 文经理 请吧 汉四先生有什么指教 先到我办公室 我准备了上等咖啡 我们边喝边聊 我这小车夫 进不了你们洋行 有什么事在这里说吧 有志气 你脸上找不到半点灰心丧气的气息 很显然我以你为赌注的赌局赢了 汉四先生是想问送我的那颗子弹用了没有 对不起 我用不上 而且以后我也不会用到 好 太好了 我赢的就是你这种越挫越勇的斗志 赢的就是你这种不肯服输的认劲和毅力 用不着跟他兜圈子 让他把东西拿出来 三十万零五千块 我根本就怀疑他哪来这么大一笔钱 够根跟一万夫人竞标 这么大一笔钱我也觉得很奇怪 文经理 能不能透露一些玄机啊 我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 你少装傻 马晓 冷静点 文经理足智多谋抢得先机 我真不负韩斯先生的苦心栽培啊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试炼 要是文经理不懂我的苦心才真的叫我失望 如果不是我给你压力 你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就抓住了反制伊瓦的良方 伊瓦 把城市马修 把我们要绑架伊瓦小狗的事告诉他 到底是什么 道理很简单 只要你抓住伊瓦的宝贝 他自然就低头了 伊瓦已经投降了 那宝贝就在你手里对吗 真有你的 你是怎么做的啊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别拐弯抹角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听他人口气里的东西肯定在他手上 密针 鼓纵 让我来告诉你臭小子 我说的是白有龙耳瓶 你抢在伊瓦夫人前面标到手的 你还敢跟我装算 我们家有酒瓶 有醋瓶 有酱油瓶 就是没有你说的那个什么瓶 好 很好 你越来越有狠角色的架势了 说吧 要我用什么跟你来交换 交换 你的鞋子间 原封不动的 还留在那里 经理的头衔 公寓和坐车 都留在那里 等你回来 我就等你的白有龙耳瓶了 这事不好说 我要回去想想 年轻人见好就收 就适可而止 一龙 心脸从死就是你的妹子了 一龙哥 一龙哥 我回过裁缝堂 见到阿洛哥了 怎么 那小子说定取你的日子了 你说呀 她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 她口口声声说我不懂她 口口声声说宋小姐是她的知己 是我不失去 是不是 这小子该死 是我输了 是我赢不了宋小姐 一龙哥 你帮帮我好不好 你帮帮我 好 我能帮你什么 我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只想把阿洛哥的心 从宋小姐那儿赢回来 好 我帮你 你要怎么做 等着吧 你 想把你搬回来 我 想把你搬回来 我把你搬回来 你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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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芳华费心费神给我准备的 肯定有她的道理 什么道理 你看 这个依娃 单枪披码到省城的时候默默无名 在短短几年间 她摇身一变 就成了富贵逼人的白鹅公主 她凭什么 人家运气好呗 错了 那就手腕 于大哥那么强的男人 都不是她的对手 你没听过蛇蟹美人 女人要是厉害起来 血都冷了 我要是有机会 能向个杨婆子拜师 讨几招发大财的诀窍 就太棒了 你神经 那岂不是向母郎讨奶吃吗 只要能够学到发财之道 我就讨 那这又跟汉斯扯上什么关系 汉斯有几次都跟我提到伊娃 她又一直跟我要什么白有瓶 说那价值三十几万 我什么白有瓶 这么金贵 汉斯什么都愿意跟你交换 而且 伊娃那个鬼婆子 马上就会投降 更奇怪的是 她为什么一口咬定 东西在我手上 真要是有那玩意儿的话 你就咸鱼翻身了 咸鱼翻身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李宝鱼真是太顽固了 以往中国人都一样 我亲眼见过李家的一个伙计 为了区区一块招牌 连命都不要了 何况你这回要的是李家的传家宝呢 他肯定会跟你拼命的 可是我已经许诺的领事夫人 结果没标到这宝贝 那我的码头也别想建成了 反正你已经向汉斯先生透了口风 等他拿宝贝来交换就行了 怎么 你人才两得了 就急着从我的床上溜走 亲爱的 你不是叫我帮忙留意最近的股市行情吗 我现在打算去公司看看今天的分析报表 我还以为你要赶去宋小姐的阳台外面 给他浪诵情诗呢 我倒是真想去 可惜威廉猜到我上了你的床 现在连他女儿的面都不让我见了 是吗 谁叫你脚踏两只床活该 如果可能脚踏三只床我也不嫌多 真无耻 亲爱的 我最大的本钱就是无耻 你 我 我 我没有钱 他 他是主人 他 他有钱 他有钱 我 别叫 否则要一命 快说 保险归在哪儿 说 好 就是 字幕鲜 都不作弊 他 votA 老爷子 我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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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阿璐连兄弟情谊都不顾 不惜翻脸跟我抢这些东西 你手上有了这些东西 他一定会听你的 一定 你 你这是哪来的 这是我从犯鬼婆子家里结来的 那 别害怕 这件事没有人知道 你把这些东西保存好 我保证阿璐会来的 到那个时候你饶不饶他 这些东西给不给他 都随你高兴 大哥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心灵 眼睁睁看着你未闻阿璐 这么伤心难过 我的心比刀割还难受 只要你高兴 上刀山下火海 我在所不死 阿璐哥 阿璐哥怎么就不能像你这样呢 谁 可能是我看错了 没事 早点歇着吧 嗯 幸福 Well sett 他 abilir 一龙 老三 什么事这么着急 好 我刚买了萝卜丝饼 趁热拿去计小六的 你还在每天计小六 对 我祈祷小六在天之灵 能够帮我抓住凶手 你怎么跟我别扭起来了 我是越喊你 你是走得越快 是为了心怜 我是两头为难哪 本来你是做我女婿 唯一的人选 可是心怜 是一心想嫁给那个文阿璐 这你比我清楚 我是不得已吗 舍主 我懂 我是真不忍心看你受委屈 所以叫你拜我为企业 给我做干儿子 想来这舍主的位子 舍主 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坐这个位子 心怜是我妹子 这几个字 一刀一串血 刻在我心上 我懂分寸 我先告辞了 慌什么呀 怎么回事 你这是个什么 探长大人 有何贵干呢 谁是余毅龙 我再问一次 谁是余毅龙 我就是 带走 慢 探长大人 他犯了什么事啊 我前到密报 余毅龙是打劫洋人府邸的重要嫌犯 你必须要求你 你不知死活 不知死活 不知死活 也不知死活 你必须 我帮你 我帮你 你必须 你必须 我要帮你 我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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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必须 你都干了什么傻事啊 阿爸 你一定要救救翼龙哥 翼龙哥他是 你闭嘴 去做你的事情 我说了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 押走 到了牢里 别看你咱们重当好汉 站住 问阿鲁连兄妹亲家 你都不顾了 不惜翻脸 跟我抢这些东西 为了你 下地狱我都认了 兄弟 心灵 不用拉扯 我自己会走 你带走 慢着 探长 你要抓就抓我吧 心灵 你 心灵 神灵 快把带你去 心灵 放开我 心灵 这是你们要的东西 要抓就抓我吧 他撒谎 心灵 你快给我进去 他撒谎 别惊他呢 探长 看清楚了 这是那翻鬼活的东西 我没撒谎 没错 就是这个 人赃并获 带走 有话好说 有话好说 留着话 到法庭说吧 他撒谎 走 不要带他走啊 你们带我走 圣主 快把心灵带进去 快点啊 大王 你能为我做什么 我也能为你做什么 带走 心灵 好 心灵 心灵 你这个白痴 白痴 你背着我 都干了什么好事 圣主 我求求你 快救救心灵吧 你既然结了李家的股份 为什么不交给我 拿去讨心灵的好 你反了 圣主 圣主 我求救你了 快想想办法救心灵吧 我求求你了 圣主 我是四夜想的股份哪 快救救心灵吧 请问 是老发祥裁缝店吗 是啊 请问谁是文弘夜先生 我是啊 什么东西 没送错地方吧 那就没错了 一位小爷付了钱 叫我把货送到这儿 交给文弘夜先生 那我走了 一位小爷 你说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竟出怪事 这什么东西啊 谁送的 白痴龙二品 也嗯 老实是谁 看看 这就是汗四大班 追着找你要的东西 百恶女人要的就是她 这三十几万呢 这可是一大笔钱哪 哪位小爷脑子烧坏了 这么大方 就这样白送给你了 小爷 风华 宋小姐 对 对 一定是她 这可是雪中送炭哪 我的脑子只为这一只狗打转 人家却抓中了要害 我不如她 三十万零五千哪 虽然你家境富裕 可这毕竟不是小数目啊 你那张支票是从哪儿来的 日吉 马行廷 天哪 你好大的胆子 这张支票一到期 银行就要兑现 到时候你怎么向你呆地交代啊 还有 每个月的利息 你怎么应付 我家里还有一些首饰 挡了这些 也只够付利息吧 先应付了利息再说吧 首饰当晚了呢 找一步算一步吧 那三十几万 就一名有为的青年 值得 别说漂亮话 那位有为青年的前途里面 有预留你一席之地吗 老婆 他就先进去 好了 有一名 我一名 一名 英语 都要准备 tienen 我不怕冒险 你一步一步地把文弘业带进行商之道 可我敢打赌 他不会为你停留 也不会为你放弃他的任何一切 包括万新年 弘业为了前途 回不了头 而我可以为了他 也绝不会逃 他这个时候 也应该收到我这颗心了吧 你只是叫人把货送过去 又没有任何说明 我真怀疑他识不识货 更怀疑 他能不能误出你的一片心 我相信 心有灵犀一点通 然后呢 他要是不放弃他的事业 我想 我没有然后了吧 问世间情为何物 我来接 什么事啊 你一惊一乍的 喂 宋公管 佩佩呀 我还以为是银行打来的 吓死我了 行 拜拜 我来 马赛 吓死我了 你 做贼心虚 你这样能瞒得了先生多久啊 我心里有数 真有数 你就把你做的这件傻事 当成最后一次 别再接近文红夜了 我心里有数 妈咪 小姐 你连这个都要拿去典当 这可是夫人留给你的纪念 这可是夫人留给你的纪念 妈咪 现在最紧要的是救急 妈咪 对不起 我不许你这么做 夫人在天上会伤心的 马上 我没有别的办法 不行小姐 你这样做会后悔的 我不允许你这么做 这是夫人留 什么事 阿华 你想妈咪了 见物如见人哪 来 你可要小心地保管好了 方华 方华 你出来呀 方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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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公叶 方华 你快出来呀 方华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 永远也不和他来往了呀 马上 我去 你无论如何 也不能再靠近你个狼崽子了 真是的 小姐 别陷进去了 infant 幸好 乃 麻烦 他会听不见吗 他要是愿意来见你 早就出来了 芳华 我一定要见你芳华 是我错了 我根本离不开你芳华 我一定要见到你 你快出来啊 你可不要跟着他发疯 小姐啊 别再心软了 你经不起 他再一次伤你的心啊 别再理他了小姐